我的官比你的官大 我的房子就要比你的房子等级高 否则就要抄你的家 没收你的家产和女人 上次我们讲了讲 商王朝的殷墟 为啥是一个没有城墙的渡城 今天这一讲 一个猛人出现了 这个人被我封为规划界的祖师爷 今天以后咱们各个规划院的同事 没事可以组织学习参拜啥的 关于他的学术地位 从汉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 各路大仙专家不停的争执 争执他和以他名字命名的规划理论 到底几分真几分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故事 故事要从商王朝的灭亡开始 商王朝持续了接近600年之后 终于毁在了一个男神的手里 商周王 我说商周王是个男神 因为他在历史记载当中 真的是一个文物双全的人物 身材魁梧 力大无穷 打起仗来战无不胜 喝起酒来豪气冲天 你说这样的人搁在今天 如果是个君主 那我估计粉丝绝对过千万 但商周王在咱们传统政治当中 属于那种典型的暴君代言人 和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 夏捷是一路货色 后世所有劝领导老大的 一般都是拿这二位来做反面教材 你不能太坏了 否则你就和夏捷商周一样了 最后一般老大都会很震怒 你敢把我比作他们 你活腻了 给我拉出去 剁了 可见商周王的名声实在是不好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感谢风神演义这本小说 虽然小说明显是个神话故事 但是就像《三国演义》一样 老百姓都当史书来看了 问题是呢 商周王干的那些坏事都是真的吗 我们从规划建设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就要提到商周王的 有两个特别知名的 臭名昭著的工程 露台和酒吃 商周王建造了露台 西汉的刘相在心绪里说 露台高千尺 其大三里 史记里面说 后赋税已时露台之前 这两段话很夸张 意思是周王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 建了一个高达千尺的摩天楼 而且呢 还有其他资料说这个露台工程 江子牙觉得需要35年才能完成 但周王呢 用了不到三年就搞定了 堪比深圳速度 问题是这个露台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考古学家发现了露台的遗址 真有 就在河南省鹤壁市的南侧 汽水的北岸 有几个土台 确认应该就是当年周王的露台 但这个露台最大的也不过2000多平米 最小的只剩下几百平米 因为发现了露台遗址 鹤壁市在这儿呢 还搞了一个昭歌文化公园 很显然啊 这个露台被夸张的 那不是一点半点 我估计西安的流向可能是记录昼王的颜值 哪来的高千尺呢 除非建成金字塔 在那个年代门都没有 现在认为呢 露台上只是几个宫殿而已 只不过呢 就是把基座建的高了一点 但是总体建设规模 有可能还赶不上我们现在的一个县政府的办公楼 那再看昼王的另外一个更加邪恶的行为 酒池肉林 史记当中说 昼王以酒为池 玄肉为林 使男女裸相煮其间 为长夜之隐 我家小孩的那个小学语文课本里头 也要学这个 基本上意思呢 说的就是他的生活太腐败了 竟然修了一个池子装满了美酒 然后把肉都挂在树林的树枝上 每天带着一堆俊男美女在那玩裸奔 画面美好的 那是不可描述 这个事情历来都有疑问 历史上昼王是不是真的干过这种事呢 后来考古学家在掩饰商城 发现了商代帝王修的水池遗址 但是估计不是昼王的 但是证明了当时商朝的君主们 确实有修建水池的这个特别的癖好 看着领导们偏爱水井那也是有历史根源的 但问题是发现的水池遗址长 130米宽 20米深 1米5 这个尺寸你感觉感觉 这不就是一个游泳池吗 如果当年周王修的是类似这样的水池 那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是这样的 周王是一个游泳爱好者 于是给自己修了一个泳池 还经常在泳池的周边开一些party 邀请了很多朋友来参加 美女当然也少不了了 美食也需要很多 而且既然是泳池嘛 大家肯定衣服穿的比较少 没准是三点诗啊什么之类的 于是这件事被当时的人看作是一个极度奢侈和荒唐的行为 放在史书里骂周王骂了足足两千多年 而且大家还打算以后一直骂下去 说实话 因为爱好游泳组织party而被骂成这样的人 周王算头一个 比那个海天盛宴还惨 说到底呢 周王被骂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亡国了 loser嘛 话语全没有了 那为什么周要和这样一个爱好游泳的周王打仗呢 真的是像小说里头周王替天行道 调民罚罪 就是因为周王建了个台子找美女开心吗 我不清楚啊 但我们从周王朝的发展历史和都城演变 其实可以找到一点原因 我们上次说过啊 商王朝有一个特点 特别喜欢把自己的都城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前后搬了七次 次数虽然多 但其实距离都不远 主要的活动范围就在今天的河南省 而周呢 在灭商之前 周起家是在今天的宝鸡市的骑山县 咱不是总说 奉明骑山嘛 说的就是这个骑山 比骑山更早的是周的第一个都城 叫做宾 当时周王的日子过得很苦啊 有些文字记载说 当时周王朝的领导可能都还住在山洞里头 不仅住房条件不好 当时的周呢 还总被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 容敌骚扰 关键是周打不过人家 没办法 周王就带着自己的人 一路小跑 跑到了骑山 周到了骑山之后呢 发展得很迅速啊 大家也住上了大house 经济科技都发达了 GDP上去了 而商呢 就在周的东面 本来呢 商是当时最牛的 占据中原 号令天下 不服啊 不服啊 我就派人去揍你 周是很听话的 尊周王为老大 自己当老二 不过呢 架不住这个老二发展得越来越好 人口越来越多 原来的地儿住下了 你再看骑山那个地形特点 那时候又没有高层住宅 你要发展怎么办 要扩大地盘 你只能向东扩大 这样就先遇到了 东边的一个校邻居 叫做虫 虫的领导呢 就是著名的虫猴虎 如果你没听说过 那你一定听说过 他那个虚构出来的弟弟 虫黑虎 就是风神演义里面的人 虫猴虎就是虫的老大 而且史上还说呢 他曾经打小报告跟周王 就害了文王鸡昌 真的假的 咱不知道啊 总之呢 周明目张胆的 就把虫给干掉了 占了他的地盘 而虫呢 就在现在的西安附近 周文王干掉了自己的仇家 一看西安这个地方 马上就爱上了 好啊 要什么有什么 要山有山 要水有水 要河有河 要地有地 于是就在当时的风水西岸 建了一个新的都城 叫做风京 提醒大家一下 管都城叫做什么什么京的源头 就是从周文王这个地方开始的 从这个风京开始 文王建了风京之后呢 势力继续向东扩展 就遇到了老大当中的老大 中原霸主商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吗 商活动在河南郑州附近吗 于是周呢 就只能跟商开战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 有可能是因为周为了扩大地牌 而去侵略的商 周当时的领导呢 已经变成了武王 而商这边呢 是咒王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不打不知道 一打吓一大跳 周的军事实力原来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商 人家周都是拿战车开刀 士兵穿着盔甲 拿着长毛 而这边商呢 临时凑了一堆奴隶 穿得跟农民似的 举着棍棒就上战场了 结果还用说吗 没有哪吒阳俭 周也轻松干拜周王 奴隶全部都临场倒戈了 商旺潮就结束了 有朋友可能会说 为啥商的部队是奴隶呢 正过去那儿去了 周王不是刚才说 能打吗 百战百胜吗 周王确实能打 问题是当时他把部队都派到东边 去打那些不服他的人去了 因为他这个小弟本来是挺服他的 他没想到这个小弟会来打他 所以他没有任何防备 因此呢 周武王的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要不然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那就这样 周武王朝就开始了 周武王胜利之后呢 也特别喜欢风水这个地方 于是就在文王修的风经对面呢 建了另一个城叫做浩经 武王平时办公居住呢 都是在浩经 而要搞祭祀啊 白白祖宗啊 就去封经 那为了方便呢 据说还在风水上架了一座桥 把这俩城市给连起来 所以后世呢 就喜欢把这两个城市 合为一个城市 统一叫他们封浩 封浩作为西州的都城啊 一直到公元前770年 那个周游王 为了讨女人的欢心嘛 风火戏诸侯啊 结果把老冤家那个犬戎给戏来了 攻破了浩经 游王被干死了 于是西州结束 历史进入东州时代 咱们大家想想啊 周王朝开始的时候 不就是因为犬戎而来到了风水吗 最后又因为犬戎而结束了西州啊 这个事儿充分证明了那句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回到武王和他的封号 封经和浩经到底是哪一位具体负责建造的 目前并没有任何记载 毕竟当君主的不太可能自己去管这个事儿啊 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一位特别猛的人登场了 这位对于周王朝的功劳 不会输给江子牙 甚至还被我封为规划界的祖师爷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鸡蛋 大家别笑啊 这个鸡蛋可不是咱们吃的鸡蛋啊 我说另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啊 周公 周公真正的名字真的是叫鸡蛋 他是周文王鸡昌的儿子 武王鸡发的弟弟 平时的书上都叫他周公蛋 但其实他叫鸡蛋 周公在建国初期起的作用非常大 如果说江子牙擅长带兵打仗建立江山 那周公就特别擅长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范 经营国家 比如说周公通过分封制 就确定了周王朝的统治 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来稳定王族关系 还提出了景田制来解决土地矛盾 而最牛的是呢 这些东西不仅在周王朝采用 还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历朝历代 那在周公所有的贡献当中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治理作业 不是经常说周公治理作业吗 这个说的就是礼乐制度 那什么是礼乐制度呢 维基百科上说 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 礼的部分呢 主要是从形式上规范什么是正确的外向社会举止 包括每个身份的人应当履行何种礼仪和义务 最终形成等级制度 乐的部分呢 主要是从情感上聚合统治范围内的社会心理方向 通过制定典型的诗歌曲目和举行集体奏乐等活动方式 来缔造统一和谐的社会氛围 而在礼记乐记当中呢 则说 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 何故百物结化 虚故群物结别 说白了呢 礼是人的行为准则 你该干什么要根据你的身份来 比如说皇帝穿的衣服 你要赶穿就弄死你 就因为你不配吗 见到领导前辈 你不居功行礼 那不行啊 可以揍得你忘了你自己是谁 我的官比你的官大 我的房子就要比你的房子等级高 否则就要抄你的家 没收你的家产和女人 而乐呢 本来指的是音乐 这里指的是通过音乐 让大家找到共鸣 创造和谐社会 毕竟大家天天活在礼的压力之下嘛 还是很憋屈的 没事来个音乐放松一下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了 不是吗 礼乐制度的建立 是一个很牛的事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 其实不仅是道德规范 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律法规 周公既然搞了这么牛的东西 当然需要出书了 出书才显得比较权威嘛 正是嘛 比如说我也很想出书 所以出现了三本专门说这个的 周礼 礼记 仪礼 放在一块就叫做三礼 其中周礼是这里面最重要的 周礼原名叫做周关 内容呢是分为六个部分 分别是天关地关 春关 夏关 秋关和冬关 天地 春夏秋冬 为什么都叫什么什么关呢 因为抛开等级的内涵部书 这本书表面上说的 是一个国家六大方面的管理要求 也因此呢 后来中国的很多朝代设置的 那个叫做什么 六部官员 就是仿着这个来设置的 我为什么在前面说 周公式规划界的祖师爷呢 就是因为在周礼当中的那个东关 是一本关于当时社会各个工种 如何工作的百科全书 也包括了一个城市怎么规划 一个都城怎么建造 各种各样的详细要求 而这个内容就是中国古代 最有名的王城规划理论 一个被认为影响了 中国千年的都城规划理论 今天咱们看各种各样的建筑史的书 只要说到城市 说到都城的规划形态 没有不引用这套理论 但是一个困扰了人们 上千年的问题来了 这个周礼尤其是东关篇 是周公写的吗 这个问题是从汉代一直吵到了现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周礼这套书真正在社会上露面流传 或者说在史书记载当中提到 其实是在西汉时期 我们都知道周皇朝灭亡之后 秦始皇统一天下 人家干了一件狠事 焚书坑儒 所以当时的很多京石子鸡 其实都在那个年代失传了 烧了 后来到了西汉出了一个皇子 这位不爱美女爱古书 他就是河间县王刘德 汉武帝的哥哥 刘德一生都特别痴迷去搜集 各种各样失传消失的那个古籍 结果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把周礼给翻出来了 这下就如获之宝 当时就把书藏起来 没事自己在家陶冶一下 不过呢 当时刘德手里的周礼只有五官 五官缺了最后一个东官 这个丢了 这怎么办呢 当时市面上又出现了另一本书 就是《考公记》 这个《考公记》 已经不知道是谁写的了 怎么出现的不知道 但是内容上完全就是一本 失传已久的 战国时代的手工业绝学 各行各业该怎么干活 刘德一看 这不就是周礼东关篇里 应该有了内容吗 于是他就自己做主 把《考公记》合并到周礼的里面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周礼东关都会说成 周礼东关《考公记》 这样呢 一套完整的周礼就新鲜出炉了 后来呢 我们知道董仲书搞了一个 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周礼的地位一下蹭就变得很高了 直到往往篡位 这套书才真正向世人公开 但是也正是因为周礼的 这个书的命运是如此的波折 因此这个书的成熟年代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汉初 最后到王满 各路专家学者吵个不停 作者是不是周公 除了部分古人认为是 现代学者一律持反对意见 不过虽然有这些争论 我们必须了解到 这个礼乐制度的确立 确实是来自周公 因此呢 王成规划理论的根源 应该也是来自周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周公是周朝初期 真正管事的 管这些杂事的 琐事的 那从周武王时代 周公就已经全面负责国家的 这种都城建设了 古书当中明确有记载的是 周朝时期的另一个都城 成州就是周公负责建造的 而封号 尤其是号经的规划和建设 我相信周公的作用 应该是不小的 说完了周公的谜团 那这个王成规划理论 到底又讲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理论能够影响中国上千年的都城规划呢